那麼 在這個確診案例後 開始慢慢在變少的時候 我們在思考說 難道沒有疫苗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回到以前那個 每天加零的狀態 清零計畫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在一個社區去做普篩 坦白講在公共衛生學上的 考量還是有問題 為什麼 如果那個地方每次做了100個 陽性率不到 快篩陽性不到一個 所以要考慮成本效益 所以我們應該要倒過來 從那個確診案例來做 所以現在只要找到確診案例 就開始做疫調 找到可能的感染源 這個要做源頭管制 另外一個是直接問他 透過疫調說 你覺得你在發病前兩天三天 你接觸過哪些人 我們通常就把那些人 通知他們 如果願意來做篩檢的 你知道 通常如果是第一圈 你知道很密切接觸 達到那個居家隔離的標準 當然要居家隔離 不過以前的居家隔離 也是擺在那裡看17天 我們現在就比較積極 該做篩檢的就再篩檢 那如果有病的就馬上送醫 甚至那些有病的 我們一樣再問說 你在發病 你在這個被篩檢出 有這個快篩 通常我們做快篩陽性以後 馬上會做PCR 所以說快篩陽性 PCR陽性 我們就馬上 即使他沒有症狀 問他說 你在過去兩三天 有接觸過哪些人 同樣用這個方式 從確診者 做這種同心圓的掃描 你知道 去找 那這有什麼好處你知道 我們看統計數字上看起來 這數字蠻有趣的 通常喔 如果我們比方說 其實今天到萬華 你知道做普篩你知道 陽性率2% 2.多% 了不起是這樣 可是如果我們是用 同心圓的 就從那個 已經確診者 以他為同心圓 去找他旁邊 可能的接觸人 你知道 在做快篩 你看陽性率 最差的還有5.4% 高的可以到23% 這遠遠大於 我們目前去做 普篩的1% 1.多% 所以這表示說 他可以更精準的去 把那些可能的感染者找出來 那我也認為喔 這個效果應該比較好 所以 隨著病例的慢慢減少 你知道 設一個快篩站 去做社區普篩 你知道 效果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要開始改變戰術 那我們看看喔 有沒有效 我們看內湖區 你知道 這就蠻明顯的 你看5月31號之前 我們就做很簡單 我們就做一個說 好我們就 用過去5天 確診的案例 把它找出來 把它點起來 你知道 在5月31號的時候 還蠻明顯的 很多點 在這上面 可是你到6月13號 再說 好前5天了 那點就少掉了 但還是有一些熱點的存在 所以 慢慢的我們開始用這種策略 你知道 叫精準篩檢 不管你叫什麼熱點見面戰 精準篩檢等等 我想這是一個 比較精確的方法 然後馬上就 因為你精準篩檢 馬上匡列 馬上做 快篩 馬上做PCR 快篩陽線 再做PCR 有問題的 就馬上把它截斷 所以透過這方式 我想 我們現在 既然這個模式 好像是有效 你知道 像我們在內湖區 這樣看起來就有效 所以我們把這個MODO 再 擴張你知道 用到10個行政區 也許 就算疫苗還沒到來 你知道 政府總是要做一些事情 你知道 讓這個 病例可以確診者 可以更加的減少 戶籍在台北市的 就減量上網預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按照 按照那個 如果沒有的話 就按照通 你沒有上網預約 就按照通知單 那上面就有講時間地點 你就去哪個地方打 另外一個是 設計 那個 那個 住在台北市 但是不是涉及在台北市 原則上是這樣 因為我們 現在坦白講 住在台北市 但是不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長者 到底有多少 你問我 我實在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沒有 沒有那個 也沒有一個系統在紀錄這個 所以怎麼辦你知道 所以我們在 因為要準備疫苗的問題 所以這樣 明天後天你知道 因為明天後天就 上班制了 明天後天 凡事涉及 不是在台北市的 85歲以上長者 請你在哪一個行政區 你就打到哪一個行政區的 區公所民政課 你就報上你的身份證字號名字 我們就會跟你講說 你去哪個地方打 原則上是 17號的下午 開始打 我們就把每個醫院的名額 我們先設定好 你打電話來 我們就開始分配 因為我也不曉得 到底 住在台北市 戶籍不在台北 但是戶籍不在台北 老人有多少 我實在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 醫院的名額 註設名額準備好 我們就開始 你明天早上打電話來 我們就跟你講說 你哪一個時間 去哪一家醫院打 如果名額我看超過了 因為總是每一家醫院 施打的容量還是有限 我們就 也許18號早上繼續打 所以 不是涉及在台北市 85歲以上的長者 請明天 打到你所在地區公所的民政課 然後 報上你的身份證字號姓名 然後我們就告訴你 什麼時候去打疫苗 聯合報 民視 UDN TVBS 自由時報公示提問 昨天傳出有燕光師爆料 燕光師和燕光師公會糾團 來讓眼鏡行工作人員等 非醫師人員 有600多人施打疫苗 儘管燕光師公會表示 都是符合規定 衛生局還表示採取信任制 不需任何證明 這是不是等於造冊也沒用 制度缺漏是否該調整 燕光師跟燕光師都是屬於中央規定的醫師人員 也就是這個部分是中央的定義 那這個部分就是讓他們的公會造冊以後 交給我們的聯合醫院來施打 那如果中間有不是相關的對象 我們這個部分也會請燕光師公會他們來做說明 那如果有違法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依法查處 但是相對的是說 這個部分是中央規定的醫師人員 並不是我們單獨的定義 延續提問 請問目前裁罰的結果 是不是有可能在什麼時候出爐 未來要怎麼樣防範 另外第一線的醫師人員 是不是都已經接種完畢 裁罰的部分 當然要查明事實之後才能裁罰 所以這幾天也是假日 我們也會請他們再做說明 那另外未來怎麼防範 因為目前為止我們都是採取公會 公會他們來造冊 那公會要對他們自己的會員所造的冊 他們自己要去做審核 那如果說公會提出的東西有問題 那可能也是個別那些診所 他們必須要做說明的 那另外就是第一線的醫師人員 我們這兩天都在施打 那到底有沒有打完 我們台北市目前到今天為止都還正在施打 昨天黃副市長的臉書PO文難得說了重話 強調任何人有私心或私欲 讓人民活在恐懼與混亂之中必遭天譴 指的是陳部長嗎 是不是認為陳部長有私心 後來雙方是否還有通話 通話的內容是什麼 我想我從這一個月來 其實我跟陳部長一直都是電話溝通的 非常順暢 那主要是在於說 這一次我想台北的疫情 其實都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那我也相信部長他在扛著全國防疫的責任 他也一定不會區分所謂的彼此 那但是相關的疫苗政策 是在我們這幾天碰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 那我認為說數量決定開放的對象 可是我們目前的政策是先決定開放的對象 然後再決定數量 然後讓地方政府必須要面對民眾的質疑 那就算我在想說這樣跟部長溝通 我們也都提過 但是好像目前為止還是會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台北市也只能打85歲以上的民眾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其實還有下一批60幾萬 也會再發下來 我們也希望能夠早一點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下一波 我們怎麼樣跟84歲以下的長輩 可以趕快說明他們什麼時候可以達到 那台灣是同島一命 我們不希望分彼此 我相信部長也是一樣 延續提問 黃副市長在臉書上還有提到 看到陳時中部長的未接來電 說接了有用嗎 但綠營高層批評 你不接也不回電還說風涼話 這是應該有的態度嗎 我想昨天因為部長打給我的時候 應該是很晚了 我已經睡著了 那我早上回電的 今天回電的時候 部長沒有辦法接 那後來他在2點鐘的時候 他也有回電 那我跟他報告說我們碰到的問題 那也希望說部長在這一次的疫苗政策 也謝謝他們多給了我們7000劑 我們接下來也會盡快把它施打完 所以電話上面我們都是互相有聯絡